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鸽子的那种表现 来 嗨 他们都很亲人了 哎呦 疼了吧 别跑啊 你看像我这用手去抓他呀各种 他根本都不怕的 这样拿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豆豆 他还知道回去 有的时候他还知道下来 要不下来呗 他要是一下来这周边的这个宫鸽子 都不得了了 这边是宫鸽子 这里也是宫 下面还有一笼子宫 嗨 来 你要是每天给他玩他就要给你皮 他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来 趴在那里好像是彩背的症状 真的 我说难道能把我给当成公鸽子了吗 我们现在去看豆豆 再见 再见 豆豆是在这个角落里面 豆豆 他知道我在喊他呢 真的 下来 来 下来啊 这种母鸽子你不知道他特别的旺 真的 这个豆豆啊 就别提了 很旺很旺的 现在我感觉他很有灵性 真的 下来吧 下来 来 下来 哎呀 豆豆就是上次的鱼毛 给他们几个在一块儿 给打的 还是站这里比较土 因为哥社里面那个鱼粉 特别的多 他如果要是出来翅膀一扇啊 好像整个鱼粉都让他给煽动了里面就雾蒙蒙的感觉 我很想让他出来走一圈的 特别忘了一个小母鸽 这就是马上要配对使用的鸽子了 这种母鸽子很亲人的 他不怕人 特别是复旦的时候啊 这种母鸽子他就会捉你的手 他会给你捉得很痛很痛 朋友们你们家里有这种母吗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